在原先Mac上一直都是能安装网易的木木模拟器的 它是一个安卓模拟器 很多人用它来玩游戏 或者运行一些手机上的软件 但是自从苹果的M系列芯片出来之后 由于架构的问题不再支持 而且版本的更新也停在了2022年的7月 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在Mac上运行安卓的模拟器 能使用安卓官方的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更多的是对开发者来使用的 普通用户的话用起来真的是很不方便 前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说网易的木木安卓模拟器推出了苹果芯片的版本 它现在好像是在内侧 所以没有一个正式的网址 从域名上来看 这个就是网易自己的一个下载资源 我们来安装看一下 通过之后它就自动生成了一个安卓的系统 这边需要点击一个个人的账户进行订购 因为价格都差不多 所以直接用三分钱订一年的就好了 不过这个并不是真的能让你用一年 它是内侧期间的一个账户 内侧结束了 那么不要自己再付钱订阅了 在我视频制作完准备上传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 他说这个模拟器的内侧在1月24号就结束了 所以我就等了一天 那今天我在它的官网上并没有发现正式版的内容 而之前内侧的下载链接和内侧的软件还能正常使用 所以如果大家后面看到这个视频 发现内侧不能用了 就去官网上看一下有没有正式版的发布吧 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吧 看它是什么样子 就像是一个安卓的平板 然后底下是设置网页 你可以按键盘的ESC退出 也可以点右上角的这个小导航栏 返回退出或者是打开多任务 这里有一个游戏中心 在里面就能下载它一些比较适配比较好的游戏 跳过 这里可以对它的性能进行一些设置 手机型号和品牌 我个人觉得区别不大 可能对后面安装应用商城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根据up主默然无所畏惧的测试 用OPPO的比较好 因为它的商城是不需要你手机注册的 直接下载就能用 选择它的旗舰系列 显示的话可以先把它拉高 然后性能也是把它拉高 如果不行的话再往下降 GPU快速计算没有必要开启 因为我试过了 游戏画面的确会闪烁 它也是在你性能不够的时候 才帮你减轻GPU的资源占用 你性能够就没必要了 动态帧率的话多开可以用 也是降低后台资源占用的 如果没有多开的需求 也可以不用开 在其他里面会看到老板键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试一下 Ctrl Option加P 光是窗口会消失 就连在程序屋上面的图标 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这个时候你再按一下 它就出现了 好 配置修改完了 我重新进入安卓模拟器 游戏中心里面只有游戏 如果你要下载一些应用的话 必须要安装一个应用商城 这个就是OPPO的应用商城官网 点击安卓版本9以上 把它拖断到安卓系统的窗口里 这里面除了游戏之外 就可以安装其他的应用 比如最近我一直在追的一部小说 《时日中烟》 它是在番茄平台上的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它会自动的根据程序的窗口而调整 刚才是横屏 现在变成竖屏了 看小说的我们都知道 会去用到一些快捷键 帮你快速的翻页什么的 点击右上角的键盘 会有一个默认的操作方案 勾选按键提示 就会出现不同的按键所在的位置 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 它的功能的话 可以点键为方案 它会给一个提示 AD是上页下页 S是互助揣单等等 这个是个通用方案 其实并不一定好用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它的按键 A是上页 D是下一页 NS会呼出一个菜单 呼出菜单之后 你再按Q和E 就是上一张和下一张的切换 点击Tab会出现目录 有的人如果他希望用左右键 进行翻页的话 可以对键位进行编辑 在这里进行切换 还可以单击鼠标右键 对一些特定的功能进行添加 比如这个听 我点击按键 然后设置成T 保存 这样当我按下键盘T的时候 就会改成听书 第二章说谎 这个软件上程 就跟你安卓手机上的软件上程一样 基本上什么程序都有 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程序资料 有可能会跟iPhone的数据不通 就看你那个软件本身是不是全平台的 是不是根据账号走的 接下来我们在游戏中心 或者在软件商店里面安装个游戏试一下 就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弹载派对吧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讲过的问题 如果是在软件商店里面去安装弹载派对 很有可能调用的就是你安卓的账号 因为弹载派对是网易的 这个模拟器也是网易的 所以游戏中心里面 它做了一个设计叫做iOS专区 这些游戏有可能会支持你的iOS用户登录 在进入游戏的时候 会出现这些密码的按键 开始的话可以将它保留 这样你能熟悉键位 但是如果你已经本身很熟悉了 点击键盘 然后取消显示 就消失了 用虚拟机玩游戏 有个地方必须是要注意的 就是鼠标光标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光标其实并没有隐藏 可以点击它的功能 但实际上这个点击是用不成的 很多游戏你的鼠标左键点击 已经设定了单独的功能 所以要点右上角的键盘 然后有一个锁定跟随视角 就是control键 点一下 可能我的光标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点击鼠标左键 它就会默认的分配到了 它那一个功能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晃动鼠标 你的视角也会跟着转动 非常多的游戏都是 把晃动鼠标和左键分配的功能 有时候需要去详细点击的时候 再按一下control键 你的光标就出来了 可以点击其他的地方 因为它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键盘的适配 所以玩起来是挺省心的 那肯定有非常多的朋友会关心 这个安卓模拟器能不能玩原神呢 其实是可以的 它首先能下载 运行的时候呢 也不会有什么暴挫的情况 你可以连接键盘鼠标 也可以用手柄 它都是自动适配的 游戏进来以后会发现 其实流畅度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画质是真的有点模糊 调一下看会不会有改进吧 因为虚拟机嘛 所以不要管这个当下配置负载 先把什么都往高的调 不行再回来 画质调到极高 帧率肯定是60 退出重进 感觉画质 好像是好了那么一点点 这里面锁定视角会变成了option 就是点一下option 鼠标光标消失 然后晃动鼠标的时候呢 视角会左右晃动 点击鼠标左键攻击 点击鼠标右键是加速 当你需要鼠标的时候 比如去点个地图 再按下option 鼠标出现 点击地图 就能去在各个地方传送了 感觉机器度还是差了一点 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的话 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反正电脑屏幕大 就当窗口模式玩了 所以这个木木模拟器 大概的操作就是这些了 你可以去探索自己熟悉的应用 在模拟器里面的表现如何 相比Mac上的Play Cover 它获取游戏的方法会更直观 而且不用频繁更新 自带了键盘映射 对于没有手柄的人来说 是比较友好的 当然它也是支持手柄的 不过目前测试版呢 有一个bug 就是磁盘空间的释放 比如现在我在模拟器里面 删除了一个游戏 把它卸载掉 但是这个卸载呢 并不会真正的释放出你的电脑本机的空间 你可以点击工具 然后共享文件夹 打开电脑共享文件夹 再点击这里 如果你没有下面这个编栏呢 就是点击显示 然后显示路径栏 点击它 这里面有个VMS 然后这个Data 它就是相当于你的模拟器的空间 比如现在我占用了37.74GB 我之前测试过 把单载派对啊 或者原神都删除 然后冲击电脑 这个占用的空间并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这个软件呢 你不能说只在应用程序里面 把它删除就行了 这样的话 它只删除了一点点 也就800多兆的空间 那实际上大头在哪里呢 大头都在这些软件上面 它并没有真正的释放 你可以在这里点击删除 它是能释放出空间的 安卓设备删除 而不是删除软件 另外呢 这个软件应该是个收费的 等公测期结束了 就会给出对应的收费方案 大家也可以趁现在 看一下这个软件 是不是适合自己 值不值得付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麦克英课堂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